台灣的夜市越來越多元化 除了有各式美食小吃和飲料冰品之外 還會不定期推出各種與民眾同樂的活動 位在台中市水南基茂文創觀光夜市 4月30號晚上 就邀請了職棒一大犀牛啦啦隊美少女和吉祥舞 與現場逛夜市的民眾一起玩闖關遊戲 吸引了大批民眾熱烈參與 一大犀牛啦啦隊美少女還在活動現場進歌樂舞 讓來逛夜市的民眾大飽眼福 在這場闖關活動當中 5個啦啦隊美少女分別與民眾組隊 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所有遊戲關卡 民眾與啦啦隊美少女互相加油打氣 就是希望能得到第一名拿獎金 水南夜市最近也舉辦了2015年台灣 第一屆夜市觀光大使選拔活動 只要民眾來冠水南夜市 並且拍下自己最有自信的照片 上傳到水南夜市的臉書 就有機會成為水南夜市第一屆夜市觀光大使 以素人就可以報名了 那你怎麼報名的方法 就是上傳FB到我們的官網 那我們用人氣的方式去集集 那到我們到10月10號的時候 我們會舉辦出來 那會提供第一名 那我們會提供出獎金出來 水南夜市每週四會邀請四千情演員 直播啦啦隊美少女 來和民眾吃美食玩遊戲 每週三週四週五還會有摩彩活動 民眾只要消費一次不限金額 就可以獲贈一點 集滿8點就可以換一張摩彩券 有機會可以得到60萬德國進口福斯汽車 和42吋液金電視 歡迎民眾一起來水南夜市 吃美食得大獎 把汽車開回家 記者陳文旭 肖又金 劉瑋群 台中報導 集滿文章 歡迎資春 讚 好